录过一遍 然后我再把可能需要修改的部分 哪一些跟各位讲 所以第一个录制聚集 OK 那我把它再录一遍 然后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改哪些地方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先 插入一个枢纽分析表 尤其他放这边 然后放给他 所以按确定 接下来的话记得这边业务拖拉到列 然后持的部分就中间他要统计什么 统计是他的总价 OK 那他就帮我统计出来 当然顶多 所以第一个我先插入一个叫做 它叫做pivate cache 它会产生一个误件 暂时 这个叫一个cache 那你还没做完 等到你列给他了 计算完之后 他就帮你产生你要的结果 那最后的话就多一个排序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资料里面 游标放在这个范围里面 z到a OK 那就最后把停止 那理论上应该这个把它删掉 如果 当然我讲过了 如果说你执行的话 我们刚刚是聚集又没改 执行的话你会发现 他一执行就错了 那其实为什么会错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增错一下 里面基本上 第一个我的习惯 可能还是需要怎么样 把它做一些筑解 像我刚刚有说加筑解 比如说第一个 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那其实为什么会错 我刚刚有讲过 第一个应该看得懂吧 去词点add 有没有 add其实他如果你不给他方向 他一律就add到前面 那如果你要add到后面的话 在add OK 那所以我是没改 所以他要add到前面 再来他会产生一个 工作表里面 等于是一个平台 放一个什么呢 放一个catch 这个catch pilot的catch 就是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指的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因为就是 你还没做好书纽分析表 它会有一个暂时性的东西 等到你做好之后 它就产生你要的结果 OK 那里面为什么会错 其实最重要的地方 他create后面会有好几个参数 第一个是说你要的是什么 把ecell当database 所以来源的话 是要database模式 其实也就是把ecell当资料库来使用 那个范围 他就把它当一个资料库来看待 那source的话 source data 实际上就是问题领悟 特别说这个指的就是这个 底下的什么呢 r1c1指的是它的 从a1储存格到最下面那个范围 不过它是用r跟c 指的是相对位置 当然你也可以改成 那个什么呢 绝对位置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改成 a1冒号到什么呢 应该到l吧 l的250之类的 你可以改成相对这个地方我记得是可以改相对位置 另外这边你也可以改成用序值物件 .range 刮胡双引号 a1到l2500 也是可以哦 就有三种方法可以叙述 那大家因为我目前这个地方不用改没关系 那你会想说哪个地方一定要改哦 基本上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 叫做table的destination 它意思就是说要放在哪里呢 它这边因为刚刚录制的是工作表51 请各位看一下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这边的话呢 你会看到工作表52 所以其实哦 这个地方呢 应该哦 你不能写成绝对固定的 不能51 因为刚刚录制的时候是51 现在变52 那你想说老师 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52呢 其实52你现在run 这个地方会过 但是你下一次run又不会过了 所以你下一次又再改53 54 那又再改 所以如果你不想改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不固定的 就是说呢反正唯一一直行 它就一定是跑到第一个 所以呢这边呢 特别是你可以哦 干脆这样哦 因为我把这边复制一下 我改的话哦 改在下面 这样参照会比较清楚 贴上 然后呢我们这边哦 这个是把它注解一下 就是把它当注解 其实改哦 原来是长这样的 我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相对位置 跟他讲说 我将来产生的那个是 第一个工作表 的 因为理论上应该都会放在A3 所以你刚才讲 Ranch A3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OK 所以以后哦 如果将来你看到的是 这样的写法 你可以把它改成 物件 有没有 工作表物件加哪一个储存格 你可以看得懂那个大概吧 OK 所以哦 上面这个哦 其实也可以改 有没有 只是说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就不改 因为反正因为改太复杂了 所以我只有改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所以呢我把这个改了 那另外的话呢 底下的部分就是Table Name 他预设叫什么书纽分析表2 那如果你觉得不喜欢的话 像我的习惯是全部都把它改成 书纽分析表2拿掉了 不过好像不改没关系 算了 这不过不改 不会影响的话 那基本上我就不要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把这个删掉一下 好 然后呢 刚刚那个执行巨型 好 然后再跑一次 游标 所以其实这一行其实也可以拿掉 这一行多余的 先新增业工作表 然后呢 帮我怎么样 刚刚这个会错嘛 在A3的地方呢 产生一个这个Catch Pivate Catch 有没有 正确了 所以哦 其实你会发现哦 为什么网路上一堆人说 录完之后不能跑 关键就这个 这样就过去了 OK 没有很困难的 但是却网路上真的没有看到有人告诉 告诉那个正确的答案 就是这样而已 后面的话呢 它实际上呢 还要slate这吧 这个其实这两行 我是觉得可以把它删掉 或注解掉 因为你不用slate 反正你一开就是在这里了 OK 你就在这里了 你干嘛还要告诉他说在哪里 不用了 它这一行是说在工作表51 然后呢 的这个A3 其实它好奇怪哦 它这边居然写成这样 应该是range 其他地方 所以两个名称里面有个叫业务 帮我把它放到列 有没有 这个axle row fill row 有没有看到列 有没有 所以你拖拉过来 然后位置的话呢 是第一个 因为它可以放第一个 因为有第二个第三个 OK 所以第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position 第一个 所以这个已经 有点像我已经把它拉一个在列的地方 这个的话呢 是再拉一个总价 就多增加 它这里面的名称 它叫做什么 add data fill 资料栏位哦 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反而我发现 直接看程式反而比 去了解它表面上是台来的 我觉得可以知道更多了 然后它就会帮我增加一个总价 range b4.slit 刚刚我把它点到b4 做什么排序 所以排序就这一行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基本上我其实只是在针对刚刚的部分 加上注解 所以1234 最后其实关键就是说改这个地方 其他都没改 就OK了 待会的话呢 我们需要怎么样 需要把每一个里面的详细 当你把它点两下 它就跳不出来 可是想说 那我需要怎么样 未来需要点六个人就点六下 那问题是我今天是用滑鼠点 那我如果用VBA来帮我执行的话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是一样再录制一下 这个动作 先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所以我现在可能程式在执行 把它停一下 OK 然后呢 一样再把它录制一下 我就可以知道说里面的动作 这边聚集2 应该是游标 假设 应该游标放这边点两下 好 这样OK了 停止录制 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B4那个人的资料 B4那个人的资料 那如果下一个就B5 有没有 B6 一直到 4 到9 所以4到9 那工作表特别注意 我把那个 这个里面这个 名称改成叫枢纽 OK 我把它先改枢纽 那我游标要先放在这边 所以我这边多写一行 叫 雪尺 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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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Range B4 有没有 把它改成B And I Show Detail 等于处就好 OK 所以这一行你会发现 直接执行 有没有 全部都出来了 但是名称不对 名称不对怎么办 改名称 OK 所以后面都是延伸的 关键的地方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刚刚 录完之后 最关键的地方 就这个地方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然后再来记得 还是养成好习惯 录完的那个聚集 请你在每个动作 上面加上那个注解 因为如果你不加注解 真的你应该看的蛮辛苦 我自己都觉得看的很辛苦 但是加注解之后 其实就会相对的比较清楚 好 好 愿意 那个 呢 然后 omes 和 最后